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要一起來努力 甚至各個部會 大家也都一起同心協力 才有辦法完成 我們會持續來提升品質和管控 將台灣品牌越差越亮 積極往這個1200萬旅客的目標 來奮步邁進 只要是涉及觀光的 我們行政院都會全力支持 我們希望觀光旅遊的產業 能夠在台灣意後的復甦 能夠走得更好 今天是台灣啟動國務門的一週年 政府跟大家持續拼觀光 推動台灣觀光事業 邁向另外一波的高峰 強調永續發展跟這個數位轉型 原民會配合國家觀光發展 打造深度的文化體驗旅遊 一個以國家為主體的這個博物館呢 當然就是我們旅遊裡頭非常重要的一點 希望能夠在客廠擁有這個豐富的地景跟特色產業 打造永續的觀光方向 我們的願景就是永續林業生態台灣 配合我們的五感森林療育 來跟大家做一個跨域的一些整合 希望說透過再次的舉辦 能夠跟城市做鏈結 能夠行銷台灣 讓世界看見台灣 我們就是要在全球的旅遊市場中 讓台灣變成一個強大 而不可忽視的品牌 引領產業動物最重要 就是要怎麼樣 讓目的地的吸引力 能夠行銷出去 讓我們的觀光客 心動 感動 最後行動 智慧觀光是一個綜合的概念 觀光的科技可以藉著應用 新創產業的科技 沉浸式的體驗 區塊鏈等等 來強化景區的競爭力 達到ESG的永續發展 科技觀光可以擴大旅遊接觸面 觀光確實這個產觀學 大家都是一起協力 今天確實強調了 我們需要品牌台灣 我們需要魅力台灣 我們需要智慧台灣 感謝有您的參與 與觀光署攜手創建 台灣大觀光生態圈